说到曹宇真的不应该忘记张鹏春 因为我们想了解曹宇 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解张鹏春 因为张鹏春是对曹宇早年影响最大的人 南开的创办人张柏林非常爱好戏剧 他的弟弟张鹏春刚好在美国学习戏剧 张鹏春回国时正值五四前后 当时话剧的形式正开始慢慢形成 他就带着南开中学的一些学生演戏演话剧 当时曹宇很受张鹏春的喜爱 是因为曹宇排练很认真 而且总能体现导演的意图 所以张鹏春就决定让曹宇扮演义不生的话剧 诺拉当中的女主人公 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女主角还是要由男性来演 有点点日本也好 是中国也好 好像以前的戏曲里面是经常有这样的形式 包括在国外 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男人也可以演女人 当时我们的曹宇先生演过多了 这是个挺新奇的事 随着跟张鹏春先生关系的深入 后来张鹏春先生真的是担当起了曹宇先生的引路人 当时意不生的作品很受欢迎 可能在中国熟读意不生作品的人还不是太多 张鹏春就送给曹宇一套异补生戏剧作品拳击 这套拳击给曹宇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相信真正让曹宇入门的应该就是这套拳击了 后来曹宇看过不下250多部剧本 很认真的一个人 我相信他在戏剧领域里面的造诣 在那个时间也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让曹宇一举成名的作品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雷宇了 这是曹宇的第一部戏剧作品 这很难得 一个剧作家写的第一部作品 竟然成了他最经典的作品 到现在为止曹宇的雷宇也经常会在各个学校 各个剧院扳演上舞台 那么这部作品的面试呢 其实是面临了一番波折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波折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垂直1080像素 完美高清呈现 07版9系列 日历全新高清等离子 璀璨登场 HIT ACHI 这里记录着你熟悉的人物 但不熟悉的人生 这里揭秘了你知道的历史 却不知道的细节 翻阅日历杂志 汇集每月风云传奇 秀才 美女 青梅楚酒 论景天下 叶尔 汤如汉克斯 萨玛兰奇先生 亚当斯 才子 家人 笑谈古今中外事 就有了加科唱乐队哦 停机一动 拿起画笔 一下就勾勒出一个可爱的老鼠 翻阅日历 不亦乐乎 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说雷宇啊 其实曹宇在写完雷宇之后呢 就把这个雷宇的手稿 就寄给了在报社工作的朋友 一个叫张静怡的朋友 后来这个张静怡呢 也没有敢发表 就放在抽屉里 将近放了一年 也没人知道这个作品 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巴金先生看到了这个作品 觉得这个作品非常非常的好 自己也想出版 于是就在文学记刊上发表了 一发表不得了 那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就搬上了舞台 1936年 雷宇在上海上演了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当时矛盾先生用一句话 评价这部戏剧作品啊 说是当年海上惊雷宇 我们来欣赏一下 话剧雷宇的片段 平儿 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这 去 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劝你的母亲 爸 跪下 叫你跪下 好 回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雷宇背后的故事啊 雷宇主要反映的是 曹宇的父亲和他大哥之间的纠葛 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偏颇呢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 他在 写这部作品的时候 有很多影子 比如说他身边看到的事 有直接的经验 也有间接的经验 包括 对艺朴生戏剧作品的那个戏剧结构也做了借鉴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去讲啊 他父亲和他大哥之间的纠葛 也的确是创作的素材之一 剧中的很多人物都曾经出现在曹宇先生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 樊宇这个角色 曹宇后来一直讲 他最喜欢最喜欢的 自己写出来的人物就是樊宇 最早想到的 雷宇当中的人物也是樊宇 那么樊宇是有原型的 我说一下背后的故事 曹宇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 他经常去同学家玩 他的同学有一个嫂嫂 这个嫂嫂就是樊宇的原型了 很贤惠 丈夫是一个很老实 很矮板的人 因此他同学的嫂嫂 感觉好苦闷 但是呢 他的那个同学 后来和他的嫂嫂 有了一点点爱情的那种感觉 却不愿意为爱情做出牺牲 曹宇很同情这个嫂嫂 所以在写雷宇的时候 同学的嫂嫂就成了现在 我们看到的樊宇的原型了 而像周浦源这个人物啊 其实据我所知 原型有好多个 都是各有各的成分 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 其中也有他父亲万德尊的影子 曹宇在写完雷宇 之后啊 跟戏剧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了 他不断的在创作 后来还写了日出这部戏 曹宇有一段时间应邀 来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因为啊 他经常到当时的惠中饭店 一个饭店里 去和人谈论戏剧 这样他就有机会去观察 聚集在这个大饭店当中的人群 我发现饭店也好 茶馆也好 什么什么 理发店也好 都是那种观察生活的好去处 人来人往 各种人都有啊 曹宇在那看到了很多交际花 以及围绕在这些交际花周围的一群 形形色色的人物 于是就想写一部 关于这方面生活内容的话剧 曹宇在天津任教的那段时间呢 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著名的社会事件 比如说阮林玉的事件 在谣言和诽谤当中 阮林玉自杀了 这件事对曹宇的触动也很大 根据这多方面的原因呢 曹宇想写这样一部戏 最后写成了 那就是日出 其实真的是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是生活的一个缩影啊 这个曹宇艺术创作的态度 还是非常严肃的 为了要搜集到第一手的资料 他经常自己走到 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当中 去体察生活 比如说我这还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为了学 鼠来宝 那种说唱的形式 在严寒的三九天 半夜里 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 我估计是想要做采访 还是什么的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 事先约好的 可能是曹宇给的赏钱太多了 引起了别人的怀疑 他们还以为 他是属于那种侦察队里面的人 害怕了 结果那天两个乞丐失约了 大冬天 曹宇一个人去 结果遇到了另外一个人 以为他是侦察队的 那个人二话不说 上来就要打曹宇 差一点把曹宇的眼睛给打瞎了 后来曹宇也吸取了教训 采用了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化妆 乔装打扮 还有包括靠人介绍 委托的方式 他还是深入生活 去了解其他人的各种生活的状态 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创作态度 所以他写的雷语会那么的真实 对 一种非常严谨 非常认真 而且非常负责任的创作态度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在1996年的12月13日 曹宇先生去世了 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 好 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一张 2002年12月13日上午拍摄的照片 这是粤海铁一号火车轮渡运载的两列 钢轨列车安全地驶上了海口的南港码头 标志着海南和内地不通火车的历史 结束了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轮渡驶进南港码头的一瞬间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其中的一列火车 驶下轮渡的画面 越海跨海铁路的设计 是输送能力为年输送货物 1100万吨和开行旅客列车酒队 铁道部海南省和广东省 共同合资建设的 投资了48亿元 非常惊人的一个数目 越海铁一号分为三层 最底层是火车 然后中间那一层是汽车 最上面是货物 它的海上轮渡时间大概有55分钟 其实火车上的人员数字不是太多 一共是630人 包括所有的乘务人员 我觉得越海铁一号 它的意义非常大 你想想海南省始终是一个岛 和这个大陆没有火车连通 通过越海铁一号之后 就有火车飞送货帮 明天就会有火车 不然能有火车